秋天进步,自然是少不了银耳羹 如何快速出焦,如何充分出焦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先收藏好视频,以后一定用得上 不管是用干银耳还是新鲜银耳 一定要记住选这种淡黄色 密集而且紧实的,品质比较好 出焦率也比较高 如果用干银耳的话 需要提前浸泡2-4个小时 经过之前把银耳撕碎一点 这样有利于充分出焦 最后剩的地就不要了 对银耳羹高压锅是最好的选择 快速方便,还不担心一锅 银耳和水大概1比10的比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先不要放冰糖 这也是快速出焦的窍门之一 用熬汤功能,先熬40分钟 这时候就已经明显感觉出焦了 汤汁非常粘稠了 加两勺冰糖,喜欢甜的可以多加一点 适量红枣和桂圆干 还可以加莲子和百合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 然后继续炖20分钟 最后这20分钟可以开盖住 方便中途随时查看 每隔几分钟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几圈 也有利于除销 熬好的银耳羹可以放冰箱冷藏保存 平时当冷饮喝也不错 满满的胶原蛋白 入口即化的甜蜜口感 想吃一定要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 欢迎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